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記者會是因為等一下我們要進去開南鐵東宜案的仁德區土地徵收的審議委員會 就在5號他們就是蔡英文宣布說要讓賴清德當執政院長的時候 隔天6號內政部他就把今天的會議給他控告出來 那其實呢我們這個案子在整個過程裡面有非常多的程序的不正義 那特別是在這半年以來呢他趕程序趕得非常非常嚴重 那其實我們本來也不是很清楚為什麼他在最近這半年趕程序趕得那麼嚴重 但是後來我們看到他發布賴清德當行政院長我們就明白了 因為也就是大概在今年5月左右的時候呢那個蔡英文呢開始想要讓賴清德來接這個行政院長 那接下來程序就變得非常非常快 那一發布的隔天馬上呢內政部葉俊榮呢我們覺得他是要拿著我們的人頭去表工啦 馬上就是公告了這個會議 那所以呢我們覺得這個案子似乎已經變成賴清德跟蔡英文他們的民進黨內部的權力的交換的一個籌碼 那現在呢那個就是整個程序非常非常快 其實不止今天在29號呢我們昨天收到公文 29號在台南又要開東區的公聽會 那同時現在在台南正在發生的事情是 那個安置住宅都還沒有蓋好 就已經開始市政府叫老百姓要去貸款了 所以然後呢現在還沒有進入所謂的協議加入程序呢 現在就開始去進行查估 那更不用說其實今天我們才要開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 但是在今年3月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動工了 那更不用說根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裡面提到要進行土地徵收 必須要在這個計畫送那個主管單位核定之前就辦兩次的公聽會 但是各位知道我們這個案子的核定是在民國98年的時候 那現在才要辦公聽會 現在已經民國106年了 98年核定106年現在還在辦公聽會 所以這整個程序是完全的倒置 那我們今天等一下要進去開會 老實講我們並不樂觀 因為今天的這個會議 他們縣市只有10個人才能夠進場 每一個人進去發言3分鐘 所以總共30分鐘而已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今天兩個多小時的會議 總共要審13個案子 13個全國各地的土地徵收案 所以你想想看這些委員們 他們會花多少時間來了解這個案子 更何況我們這個案子在過去的5年多以來 賴清德跟鐵工局他們已經編造了幾十個謊言 將近70個 所以這個案子本來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明明有公家的地可以來施行鐵路地下化 他們不要 他們就是一定要去徵收 沿線將近400戶老百姓的房子土地 然後造成我們這些七八十歲的老人 必須要被破簽 然後去貸款 去買他的那個所謂的安置宅 然後賴清德在外面宣傳說 他對我們多麼的照顧 我們是多麼的幸福 被他徵收 從前當立委的時候 他反對藍鐵地下化 藍鐵東移 他覺得藍鐵東移會徵收非常多老百姓的房子 嚴重侵害這些人的人權 所以他反對 當他當市長的時候 他說這一切事情都是中央決定的 他只是執行而已 他沒有辦法改變 他在騙人家不知道說 都市計畫事實上就是台南市政府可以掌控的案子 現在他已經當院長了 所以他今天擁有中央政府的執政權 在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他要解決藍鐵東移案非常非常簡單 他只要寫一個條字 告訴交通部說 我們重新啟動 民國24年到96年之間 不需要徵收老百姓的房子 只需要跟老百姓借土地 等那個在圓軌土地下面進行地下化的鐵路地下化就可以了 所以他非常容易可以解決這個案子 那其實我們這些老百姓這幾年 我們所爭取的是什麼 道理很簡單 就是我們希望跟政府有一個平等的對話的一個機會 也就是行政聽證 那黃炳龍是行政聽證還是現在的內政部部長葉俊龍 他在當台大教授的時候寫了那麼多書 來凸顯自己的道德高尚的主張 但是 當他當上了內政部長 他卻不給我們一個行政聽證 土地徵收條例是要保障私人財產 這六個字很重要 土地徵收條例 他避免政府浮爛 濫權 進行土地掠奪 所以土地徵收條例特別規範 要保障私人財產 然後後面才是什麼 增進公共利益 財產權大法官從第四百號解釋 就跟我們講 財產權是生存權 人格權 更是人性的尊嚴 我想從四百號解釋都一致 這就等於是我們的憲法 財產權絕對不是只是金錢 那什麼是正當行政程序 如何透過正當行政程序 來保障他們在憲法上 還有土地徵收條例第一條 立法意志上面 有關私人財產的一個保障 以往我們國家 都是透過委員會的審查 由委員會來決定 什麼叫做保障私人財產權 跟促進公共利益 我們透過等一下我們即將進入 內政部的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這些委員會 或是之前內政部營建署 都市計畫委員會 或是台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透過委員會這些少數的專家 跟行政官員 他們在決定 什麼叫做公共利益 但是 請容許我 也跟各位做個報告 這樣的行政程序 已經被大法官所佛絕了 在 第709號解釋 針對都市更新 大法官認為的正當行政程序 是應該要舉辦聽證會 透過公平公正公開溝通討論 甚至辯論 最後得到的共識 那才是公共利益 而不是 專家或行政官僚 他們說什麼 就是公共利益 這一點很重要 這一次 去年 更進一步 大法官再次明文 在第739號解釋 他再度要求 這次是針對 置辦實際通討 大法官再次宣布 一定要履行正當行政程序 而這個正當行政程序 就是你必須要舉辦聽證會 去年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還記憶遊行 內政部很浩浩蕩蕩的 通過了一部的規則 叫做內政部行政聽證作業要點 他們是非常高調的通過這一部的一個規定 目的就是要宣示 內政部即將要成為 全國要來率先來促進 更積極的民眾參與的這樣的一個部會 而這一則聽證要點 頒布到現在已經經過一年了 事實上我們還沒有看見 他有什麼樣的非常的一個發揮 他本來應該要有作用的地方 但是 他最大的一個問題仍然在於說 在什麼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應該要去辦理聽證 這件事情 事實上我們完全沒有看見任何的突破 而事實上這一部的行政作業聽證要點 仍然跟行政程序法所規定的聽證程序 基本上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辦不辦聽證 完全就由主管機關自己去衡量 很多的一個重大的一個開發案 人民仍然判不到 人民仍然判不到 這樣的一個聽證程序的一個舉辦 而南鐵東一案 事實上 正是這一部行政作業聽證要點 一個最好的一個試金史 因為 如果今天 當這一個 涉及到一個龐大的 複雜的一個土地開發利用案件 涉及到323戶 這麼樣一個龐大的一個破千戶的一個數字 都沒有辦法透過這一部的一個要點來舉辦聽證的話 那我還真的想不出來 還有什麼樣的案子 可以在內政部當中去舉辦任何的一個聽證 如果這個案子 南鐵東一案 也沒有辦法獲得到這樣的一個機會的話 那事實上 真的正如同去年這部要點通過的時候 大家所做的一個預測 它是沒有作用的 在這裏 請回家 需要了一點 之後 請回家 收費 保持 不可以